上回书说到曹操乌超结粮成功 曹操不但成功了 而且还得了袁绍的两员名将 一个是金枪张合 一个是大刀高篮 两员战将归降了曹操 曹操不怕他们有诈 因为曹操会用人 而且会收服人心 所以这两员战将跪倒在曹操面前 曹操亲手相掺 把他们让进中军大帐 张合高篮很受感动 曹操是当朝宰相 那如同大汉朝站着的皇帝呀 能够给我们两人降降这么大的面子 两个人脸上全都是笑容 曹操看得出来 要怎么说 事情就是这样 凡是不能用良才的 他必然用的是奴才 不听信忠言的 必然他信谗言 袁绍不能用良才 不能听忠言 所以就是郭图这些人 就这些拍马逢迎的小人 就能乘机钻营作乱了 不但乌朝良台失去 还把这么好的两员战将 逼给了曹操啊 那曹操能不成功吗 等宾主落座之后 两员战将就把在袁绍军中的事情 跟曹操说了 曹操很高兴 二位将军 如果说原本初要听你们二位将军之话 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 既然二位将军真心投我曹某 这就好比威子去阴 韩姓归汉爷 这是我曹某之姓 曹操确实会收人的人心 威子去阴呢 说的是商朝最后一个皇帝 因赵王跟他哥哥威子的事 因为赵王处心打击 残害忠良 乱杀百姓 他是个武道的暴君 赵王的哥哥威子就老劝赵王 可是赵王不听忠言 把威子给弃走了 跑哪儿去了 跑到阴赵王 敌人周武王那儿保周武王去了 后来武王彭主伐咒 建立了大周朝的天下 所以历史上就有了 威子去阴这句名言 那么韩姓归汉 因为韩姓本来是保西楚霸王 是楚王项羽帐前一个直脊郎 就是手里攥着脊 在帐前帐外听用的这么一个兵士 而且项羽呢 他不听韩姓的 韩姓经常给项羽出主意 这样就把韩姓气跑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 也跑到项羽的敌人 也就是汉王刘邦那儿去了 结果刘邦用韩印为帅 韩印指挥人马 帮着刘邦灭了楚王项羽 大汉朝建立 汉高祖成为一朝人亡地主 这么一来 韩姓归汉呢 也成了一句名言 其实张和高兰能跟威子相比吗 能比得了大元帅韩姓吗 可是曹总说出这两句话来 哎呀 张和高兰就跟听了多舒服的话一样 就好像吃了蜜一样 心里那么甜 你瞧人家曹丞相 把他们俩人看得这么高 那比袁绍强多了 其实曹总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把自己比成了周武王 把自己比成了汉王刘邦 而且希望张和高兰帮着自己 开创新的局面 完成自己的霸业 曹操这话中是有话的 这两个人当时就认为曹操对自己太好了 二次给曹操下跪 承想 我们两个人前来归降 是真心实意 怎么敢比过去的古人呢 哎呀 二位将军请起吧 曹操当时就封官 封张和为偏江军都庭侯 封高兰为偏江军东来侯 两个人第三次跪到谢恩 人家曹操这叫皇上 曹操说话就等于汉贤帝刘邪说话了 要怎么说曹操站着有力的一面 就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封官啊 你们在袁绍那能有这样的官吗 两个人刚到这 曹操就封官 两个人站起之后 曹操吩咐摆上酒宴 给张将军高将军接封 这两个人能不死心塌地保曹操吗 某是许优在旁边一看 乌超 把袁绍的粮食烧了 是我许优的主意呀 张和高兰又来归墙 是我许优徐子元给曹操出的主意 告诉曹操不出三天 就让袁绍死无葬身之地 而尽我的话硬点了 许优这高兴 赶紧给曹操伸一礼 丞相 我先给您道喜 张将军高将军前来归墙 是一件喜事 我再给您献一条计策 让您再大获成功 好啊 子元 那就再也好不过了 把你的计策就讲再当面 丞相 现在袁绍军心已乱了 而且他身边的梁将越来越少 您赶紧派兵去偷营结债 好 子元啊 你跟我曹操又想到一块去了 这就是曹操的奸诈之处 别人出主意 他老说他跟别人的想法相同 张和高兰一看曹操 要派兵去偷营结债 结的是袁绍的营债呀 我们两个人刚从袁绍的军中来 那熟悉袁绍军中的情况啊 再说曹丞相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得立点功啊 两个人同时拱手当兄 丞相 我二人愿前去偷营结债 好好好 再也好不过了 两位将军轻车熟路 领兵前进一定能够成功 好 就请你们二位将军带兵前往 这还不好办吗 两个人指挥兵将曹操又派了两员大将 一直杀到袁绍大营 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 曹军望里一冲 带兵的是张和高兰 那营中有什么 这两员战将全知道 这么一来 把袁军杀了个人羊马犯 死伤大半 袁绍这一下子退兵几十里 才闸住阵脚 曹操边敲金凳响 齐唱凯歌环 等得胜的兵将回到大营之后 谋使寻忧寻功达 又给曹操出主意 丞相 您可千万别给袁绍喘息的机会 应当成胜追击 同时您派出人去四处扬言 就说丞相 你已然分兵两路 一路出骑兵取黎阳 一路出骑兵攻打叶城 这样就可以切断袁绍的归路 袁绍要是听见这个消息 他一定惊慌失措 他准得分兵去防范 可以削弱袁绍中军的事 丞相您立刻趁虚而入 发起总共 袁绍止日可破 寻忧这个主意 确实太高了 好 曹操 威征细梦 手拧呼吁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就照攻打之际行事 望出一传这谣言 没有多长的时间 这个消息就让袁绍知道了 哎呀 了不得呀 来来来 他传令了 让他大儿子袁潭带领五万大兵去守夜城 派大将新明带兵五万去打救黎阳 寻忧这条计策 是虚张声势 调虎离山 引蛇出洞之计 个个击破呀 眼看寻忧这条计策 就全都成功了 探马回报了 曹操知道袁绍上当了 已然分兵两路 去打救黎阳根夜城 曹操立刻立鼓声仗 等众将到齐了 曹操派兵前将 让大将夏侯顿张辽 去进攻袁绍大营的正东 离点跃进 去攻打袁绍大营的正面 夏侯顿跟曹洪 去攻打大营的南面 张和高兰 去攻打袁绍大营的北面 自己亲自率领大兵 去取袁绍的中军 曹操就跟手下 这些战将手 众伟将军 此次总攻 要与援军决议死战 只许前进 不许后退 前进者有赏 后退者上 谁敢不服从曹操的命令 令下山摇洞 令下鬼神经啊 袁绍连知道都不知道 他以为分出两支队伍去 守住夜城 守住黎阳 就万无一失了 没想到半夜正睡觉了 忽然间四面八方炮鼓连天 杀声震耳 打了 不 杀 把袁绍吓坏了 等他起来 曹操大姐人马 早已的杀金大营了 曹操的战将也有 兵士也有 袁绍在起身迎敌都来不及了 他只穿着一身睡衣 脑袋上的勒得一块绸子 光立一双脚 跑出来一看不行 就上了一匹马 这马都没被安颤呢 带着几元战将 四面八方一点残兵败将过来了 袁绍带着残兵败将跑 曹操兵将一阵冲杀 那呀 别让袁绍跑了 我杀袁绍我 哎呦 袁绍跑得着急呀 曹操大兵就在营中消瓜切菜一般 把袁绍杀得死得死 伤得伤 逃得逃 袁绍是全线崩溃 等袁绍逃出去 回头一看 还剩这七八百人了 袁绍败得太惨了 七十万大兵要跟曹操决意死战 关渡之战剩下七八百人 曹操大获全胜 立刻传下命来 清理营带 把缴获的所有的金银珠宝彩端 布批查点清楚 分别赏给立功的将士 赏罚分明大事可成 等这些人清理东西的时候 突然间 找出一块书信来 这中军官一看这信 面成大将军 元 哎呀 中军官没敢打开 明白了 赶紧抱着这块书信 来见曹操 专相啊 您看这些信 这都是有许多寄给袁绍的 都是专相您身边的文武 私通袁绍的证据 专相 请您按照书信的名字一个个抓起来 免去心腹之欢 曹操操 操操眼睛看着这块书信 你要知道 当少之情 姑也不能自保 况他人红 来啊 把书信给我烧了 不许再问 这中军官心中可赞成曹操 曹操说什么 说我不怪那些给袁绍写信的人 当时袁绍势力那么大 甭说给他写信的这些文官武将心里害怕 就是我曹操 我也害怕 我能赢吗 我以七万大兵 要对袁绍的七十万大兵 而且袁绍七十万大兵 后边还有后备力量 袁绍兵精良足啊 能怪这些人吗 所以曹操连看都没看 传话 把这些信给烧了 所以说 有人说曹操是军事家 是政治家 一点都不过分 虽然说曹操有的地方是过于强暴 过于残暴 可是曹操确实有政治家的宽阔胸怀 密信烧了 不但安定了人心 还防止了人才流失 曹操不能把自己手下的能人逼到袁绍那去 写信的这些人呢 听说曹操收信 连查都没查 当然感恩戴德 更效力曹操了 曹操还落下一个李贤下士的美名 更主要的 曹操对收信这件事 没耍两年牌 都说曹操是尖凶 可是曹操连看都没看一眼 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 凡是要成大事的人 要有作为的人 如果心眼那么一点 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干大事者必有大的胸怀 所以曹操有政治家的大度 他不看字 不看谁写的 把信烧了 反而有尖凶的传说 曹操确实是了巴的一个人 曹操刚传令把信烧了 这时候一名军校进账禀报 回禀丞相 援军的谋士举授被擒 他要面见丞相 哦 举授先生 好请他进账 曹操下了个请字 话音还没落呢 举授脉步走进大仗 当然双手被捆着 曹操站起来了 走到举授面前 身识一礼 梦得拜见 举授先生 多日不见 一向可好啊 因为曹操 原来就认识举授 没想到曹操给这么大面 举授把头一拼 声音挺高 要杀就杀 我举授绝不归请 好 曹操不生气 曹操亲自给举授举老先生 松了绑绳 先生 请坐 举授坐是坐下了 但是一语不发 哎呀 看酒伺候 亲兵 就在举授面前放了个小桌 上边摆上酒 曹操亲自震了一杯酒 先生 请淫此酒压境 举授结果里一饮而干 但是还是一句话不说 曹操站在举授的面前 先生 你阻止多谋 名扬天下 可惜本处不纳军言 先生 你何必知迷不悟 这么固执呢 倘若我曹操 能早日得到先生 天下不足为力 曹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很不简单 现在曹操不是当初在山东 眼周刚启示的时候 现在曹操是当朝宰相 曹操跟举授说 如果我要早得你 天下不足为力 我凭着你举授的智谋 我能得天下 他把举授 确实看得很高很高 没想到举授这人 心中明白 他还是低头 不说一句话 举授就这人性 曹操没办法 就让中军官 给举授老先生 安排住处 派人伺候着 又把谋使刘烨 跟寻忧叫来 让他们陪着举授 吃饭喝茶聊天 曹操对待举授 可以说厚礼相待的 可没想到 这天夜里三更天 这位举授先生 偷偷的溜出大帐 偷了一匹马 骗腿上马 他还要回去找袁绍去 让曹操兵将给捉住了 抓到了曹操面前 曹操气坏了 举授先生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 四中啊 像你这样 我留你何用 来推出去 上 举授听到这 麦打步 腾腾腾往外走 死到临头 是神色不变了 曹操 非常感动 我曹操 错杀 忠义之事 当举授老先生 人头落地了 曹操流着眼泪 传下话来 命令后葬 举授先生 在黄河渡口 而且曹操 亲笔提字 把曹操的字 就捐刻在墓碑之上 立在坟前 曹操写的是 忠烈举君之墓 这件事 很快的 就传到 袁绍的军中了 袁绍知道了 袁绍这个人 也不能一点良心没有啊 袁绍心说举授 临死之前 还这么忠于自己 哎 我对不起 举老先生啊 七十万人马 一败涂地 我怎么对得起举授 不成 我得报仇 他决心要报仇 就连传三支令 让长子袁谭 次子袁熙 还有他外甥高干 立刻领兵前来助战 袁绍要在苍庭 跟曹操第二次决战 报乌钞之仇 黎阳守将 蒋义区 四外粘贴告示 着急失散的军校 过了一个多月 从四面八方回来 不少残兵败将 袁绍手下就集中了两万多人 他决定回冀州 再回冀州的头天晚上 袁绍也睡不着觉啊 七十万人马一败头地 有什么脸面回到冀州 面见河北富老兄弟 他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 突然间听见 离自己寝障很近 传来了哭泣的声音 嗯 这是谁在哭呢 袁绍就下了床了 悄悄地离开寝障 就奔着哭声去了 听着声音是越来越大 有的堕足垂胸 这是想谁哭谁呢 袁绍走到帐尾 侧耳一听 听出来了 这些兵士一边哭一边骂 骂的是谁呀 袁将军 袁大将军 你怎么就不听田老先生的啊 举授举老先生的话 也是对的 结果被曹操杀了 你要听了田老先生的 何苦打的大白仗呢 啊 弄得我们 哥哥死的也有 兄弟死的也有 我们怎么回家呀 啊 这些人一边哭一边骂 旁边还有人劝 得了 咱不还活着呢 倘若大将军 要听了田老先生的呀 哎呀 咱们这会儿 还没准打到许昌去了呢 哎 袁少听了叹了一口气 也确实后悔 这一夜都没合眼 第二天只会冰降望回走吧 他骑在马上 因为没睡觉呢 他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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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脑子里全都是田风 回去 我得看看田风啊 对不起田老先生 弄得我一败涂地 回不听田风之言 他叨叨念念往前走 走着走着 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 打 把袁少吓醒了 袁少害怕了 哎呦 炮响 吵吵大兵来了 快跑 到底前边是谁的队伍 咱们下回再说